在前一个单元的下方其实有放在那个云端上面其实我有放只是说可能没有讲到好像在这下面有一个向下追踪的部分MEBA部分 然后有一个是如何自动侦测最下面列 这个规则就是说你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我们用RANGE RANGE通常会比较好叙述为什么因为它只要放一个双引号里面放一个哪个储存格 那XL END指的是Ctrl键 Ctrl向哪个方向向下 如果你在某一个储存格上面比如说我们以刚刚这个 Ctrl向下的话假如说你已经把它断开了 不过这边可能要断开如果没有断开可能跑到下面去 如果断开Ctrl向下 它就会停在哪里停在那一个第17列 那如果你将来又多一列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假如说又插入另外一个假如我随便又复制一个假如用这个 假如说我又多一个人的话 那坎错向下它会变18 那其实这个叙述的道理是说 我如果说向下追踪到之后这个是向下追踪从A12向下追踪就END 那追踪到之后呢请你把那个里面的列的那个资料回传给我 那列的资料的话在那个VBA里面就会有个叫属性的东西 ROW那你会发现它这边就一直手拿着一个文件 其实就是资料 意思就是把那个资料帮我带回来 那那个什么资料 那个资料我顾名思义嘛 ROW ROW意思就是说列 意思就是把这个18的资料帮我带到这边来 那我就知道第18列 那如果又增加就持久 反正不管有此列 它就会去更新那个数字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你如果写固定的 那你永远都要一直在改程式嘛 那如果你写成活的 以后就是这样就OK 逻辑很简单嘛 游标放在哪一个出神格的开始点 向下追踪得到的列 建议各位这个可能要熟悉 以后可能要多打一下 因为这个如果不这样打的话 程式会永远有改不完的 可能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当然我有把刚刚这两个画面 这个部分呢 也把它贴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有一些那个细节 假如不太清楚 可以再看一下 那另外接下来我们就回头看一下 那个之前的我们那个练习档 我们那个我们的练习档里面的话 我们练习 所以请各位待会再开一下那个 我们之前的那个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的话 我们上一次好像讲到那个151这一题吧 那151里面其实也会用到什么 用到那个逻辑判断 所以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假如要做出类似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我今天需求是什么 就是把刮户里面的资料帮我搬过来 但是呢我们刚之前做完之后 如果我希望呢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VBA的话 这个VBA里面当然不外乎就是 按个按钮自动完成 第一个方法是丢公式 不过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我不想丢公式 我希望呢像刚刚一样 做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 它最后的结果 帮我把它全部改成用VBA 不过这一题就难度又更高了 因为这里面 你可能要思考一些 哪些跟那个Excel是一样 哪些不一样 那特别注意里面 有几个地方可能不一样 像在Excel里面 才用Find Find去找什么 找钱刮户对不对 可是VBA里面 它就不是用Find函数 那所以我们要找出 VBA里面的函数 哪一个是寻找 那个文字用的 那其中可能要知道 一个函数叫INSTR 这个函数 它的作用呢 跟那个Find蛮像的 也就是说你告诉他 哪一个储存歌 比如说我A的这个 哪一个储存歌 那你要找什么 找钱刮户 OK那他就帮你找 如果找到 他告诉你第几个字 一二三 所以回来也许这个位置是三 他就回来跟你讲 第三个位置找到 那如果里面呢 假如说这个储存歌里面没有刮户 他找不到就零 找到就是那个位置 找不到就零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利用 刚刚讲过的 把它程式写出来该怎么做 这个难度相对比较高 不过基本上 也会是在哪里 也会是在跟刚刚的架构 还蛮接近的情况下做出来 第一个把那个 这个是刚刚的嘛 我们又开了这个 第一不一样插入模组 插入模组之后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按下他 那当然我 有丢公式的方法 也许可以先复习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我用刚刚讲的方法 去把VBA写出来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把这个150亿这一题的VBA 再把它改写出 如何把什么 把那个 反正这个问题解决 就是主要的目的 那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 如果你不会这些方法的话 你就是只能涂滑链钢 涂滑链钢每个人都会 只是当然不希望你这样做 复制贴过来 复制贴过来 每天这样复制贴 复制贴 不会很累吗 对不对 不过真的我发现还是蛮多人 每天就是复制贴 复制贴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发挥 E-Sale应该发挥的 他的功用 OK 就像刚开始E-Sale出来有人用E-Sale 我说他旁边还摆个计算机 真的啊 你说你计算机放在干嘛 我要算啊 说里面不是可以算吗 你干嘛计算机 因为他不会用嘛 所以他慢慢这种人越来越少了 可是其实E-Sale的功用还蛮强大 他除了说可以帮你计算之外 他还很多的 像这些制定函数嘛 有没有 那如果你这些制定函数都会用的话 那至少 大概八成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是还有两层的问题 你可能太复杂了 或者里面没有 怎么办 你就要用VBA了 OK 那这两层的工作里面 如果你会用你很快可以解决了 当然 我讲过越复杂的工作 越适合用VBA 越客制化的事情 越需要用到程式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把刮户的东西抓过来 所以我们会通常会用第三列来做练习 因为上面这一点没有 你可能找不到 那我们主要第一个会用Find函数 所以第一个我们用文字里面的Find 那Find里面的话 我们是Find什么 Find钱刮户 那在哪里 VisIn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位置 所以他告诉你第三个字 但是问题第三个字 那我要怎么把它切割呢 这样就用Mid Mid是从第三 第四个字帮我切到 最后一个字 剪掉后刮户剪前刮户 因为我又向后一个 所以又再多剪一个字 就会把这几个字抓过来到这边 但是呢 如果像上面这个没有刮户会产生错误 因为Find如果Find不到的话 它是错误的 所以你如果按确定 假设向上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是Value错误 为什么Value错误呢 因为如果里面呢 假如你给他的储存格 是没有刮户的话 他就跟你讲说 你给我的资料是有错误的 你应该要给我的 他意思说 你应该要给我有刮户 你怎么给我一个没刮户的资料 但是呢 我不需要他出现 所以可以用ifl把它过滤掉 OK 应该上礼拜讲 所以第一步呢 你可以先做Find 剪下来之后 贴到那个什么呢 贴到Mid的函数里面 所以文字里面的Mid切割 Mid的函数 然后呢 把字告诉他在这里 然后第几个字 前刮户位置加一个字 前刮户后面那个字 再来就是几个字 后刮户的位置 所以把后刮户 这边贴上改后刮户 的位置 减掉前刮户位置 那因为前刮户的位置 后一个字 所以多一个字 减掉一个字 第三届冠军就出来了 但是你向下填满 向上填满 都会出现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还蛮碍眼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如果不会ifl的话 你就只能delete 慢慢delete 但不是让你delete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是直接把这个公式 再剪下来 然后呢 放到ifl里面 就完成了 再在逻辑里面 ifl 贴上他 把它变成没有 如果是value抽 变没有 那你就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这个是 那个函数 用里面内建函数的解法 但是我希望呢 把它改VBA ok 我这边已经改好了 瞬间 对 变就变出来了 我其实只是 拿云端上面的贴 然后改而已 其实 你们如果要 云端上都有 如果你做错也没关系 云端上贴下来 看你哪边打错了 修正一下就ok了 因为毕竟你不可能 马上那么熟练 对不对 因为我这已经做了 我认识他 也超过三十年了 你看我跟他是 多熟的朋友 真的闭着眼睛都会了 不过呢 也没有那么复杂了 就是这样 你就反复用 那 找到最关键的地方 记熟就好了 说真的 但是你不用记太多 因为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跟你们不一样 没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该怎么学 老师都说 你去图书馆找书 每一本看完你就会了 可是我每一本看完之后 我还是不会 而且更不会 为什么 因为太多招了 后来发现我把那些书 全部丢到一边去 自己开始写 终于就会了 后来我领悟一个道理 这个东西不是用看的 真的做了就会了 就跟你还没出去 出国旅游一样 你看了一堆书之后 你还是觉得很想象 很空泛 你到那边看了 就原来是这样而已 就很直觉的 你已经到了 到了之后再看书 你会比较有感觉 但如果你还没到那个地方 跟你讲说 那个地方多好玩 还是感觉很虚 OK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像有些时候 好像那个旅游书 我通常不会买 因为我回去 回来看发现 其实那作者也很辛苦 要把那个 很虚的东西 要写得更虚 要学很多东西 变想象出东西来 也不容易 就像说写那个 城市的书籍一样 那个作者也要写很多东西 也不容易 那么简单的东西 把它写得那么复杂 写很多东西出来 对不对 因为就两三句话 可以讲完的 它就是写很多很多 它写更多更多 不然的话太饱了 太饱了卖不到钱 对不对 所以 那我主要是教你们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待会呢 VBA部分 大概就是会有几个 第一个 你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对吧 Ctrl键拖拉过来 那我们大概这边是Sub 这边是Function 那我demo一下 第一个就是按下它 直接输出什么 公式 清除 第二个呢 输出什么 这个按下它的话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插入的嘛 有一个使用者 然后关无自创函数 那我们可以指定这一个给他 如果没有它就没有 有的话就自动帮我把它带过来 大概就这样 这个部分呢 待会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